啊 迪南期間 背中 這裡有股票 為止讓台南有一個農得産品 能夠來外消更多的國家 卻繁榮局繼續偷點到白米酒的市場 在今年9月的收得 為民族 婶名 輪到這些台南農得産品 在白米酒的加拿大大廈後 金 Near此市場 10月31日由在馬達区 紅葉高齊 文燒合作社 主持台南有一個農得産品 再度銷售加拿大的既吃火 但市長說 看到我們台南的農產品 他要外銷 他是非常開心的 這是台灣很獨特的群體風甘 這是我們的大白柚 這是我們的東山的柳丁 這四種是今天外銷的主力 那也一方面 這些都是熱帶水果 那你知道現在已經十月底 最後一天明天就十一月了 可是我們的貨櫃到加拿大的時候已經十一 相信十二月了 那那個時候可以知道說 在加拿大已經很冷了 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吃到熱帶水果 所以說正好台灣的 尤其台南的這個熱帶水果 這麼優質的熱帶水果 進去加拿大 那我相信在對消費者 尤其對華人市場來講 一定是非常好的 我們今天九月車去加拿大行銷 我們這個麻煩文台以外 這次我們東山前輩風甘在大出 我們的牛頂也要出 所以利用這個時間 我們每個加拿大國法台灣食品有限公司 還給我們訂購料 差不多到十五檔的千塊 東山去牛頂 還有我們的油肌的費用 還有我們麻煩的大白油 希望加拿大做一個四手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的農民 建更好的規矩 還沒更好的介紹 因為台南的東西真的非常好 像我們上個月 我來的時候 我們也進了那個紅柚 一天就賣完了 每一次進的東西都不夠賣 所以我這次的 索性就進一個貨櫃 索性最好是說 他感謝國華台灣食品公司 就議法黨事長的大小小庭 行銷售台南農產品 相信台南的油肌農產品 所典現的台南農產實力 可以在市場上騎我們腳步 更加相信在市府 繼續討論海外市場 農民的收入也會來提供 台南農產在不在 在 台南水果在不在 在